美国欧巴马健保计划从今年年初开始 尤其在公司团体保险这部分呢 有了许多重大的改变 在今天我该怎么办系列的报道当中 华兴保险的保险专家 将来我们观众朋友进一步的解说 很多呢周小企业的雇主 现在都觉得因为保费太高 所以我们现在干脆叫员工 自己出去买这个欧巴马的全民健保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欧巴马care里面的coverCA 很多时候可能忽略了一点 就是现在的coverCA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 如果说今天公司行号帮这个员工 负担他在全民健保coverCA的保费的话 公司要必须赤上罚款 这个罚款其实还不低哦 一个员工一天要罚100块钱 所以各位企业雇主中小企业要非常注意 因为这个罚款的部分 绝对就是不能够抵掉的 不能够抵税完全是罚款 不妨还是可以用公司的方式 集结大家的人数 用这个公司保单的优势来做一个公司保险 因为毕竟如果我们今天拿到全民健保 Obamacare的福利的时候 网络往往会比一般的健康保险 缩得很小 跟公司的团体健保比较起来 医生的选择啦 还有医院 甚至是说我今天有一些做检验所 要的选择 其实在这个Obamacare里面 很多时候都会比较小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所以千万不要cancel您的公司保险 或是只是把它打散掉 因为便宜 很多时候因为这样的 可能贪小便宜会吃大亏的 看问题找答案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导 将在本周六晚间 为您播出华星保险提供 关于团体健保计划 相关问题的单元报导 进行所谈